在床上拿手機追劇 一不小心就位被打臉 那就用投影機把天花板 變成家庭劇院吧 投影機主要分有 LCD和DLP兩大技術 LCD投影技術的原理 是將光照射到分射鏡 分離出RGB三原色 接著穿透對應的LCD面板後 再聚光人鏡聚合成像 最後透過鏡頭就能夠 投射到螢幕上囉 另外一種DLP技術原理是 光源的光會透過 高速轉動的色輪 將光分成多種單色光 接著透過上面有超多 微反射鏡的晶片 不斷的將色光反射出去 穿過鏡頭投射到螢幕上 人眼看到時就會因為視覺 佔流自動的將影像合成在一起喔 投影機的光源主要分有 燈泡跟LED 燈泡的亮度雖然可以非常高 但發熱高且壽命比較短 用久了還會變暗變黃 LED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壽命長 而且發熱低不費電 十分適合用在微型投影機上 運用DLP技術跟LED光源 微型投影機才能用小小的機身 投射出超大的畫面 還能大載音響 具備各種連接鋪 有的微型投影機 無論是在家耍廢 或是出外錄影遊玩都非常實用喔 羊龍炒科技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